- 中量級的來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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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 歡迎梁維穎 - 大家好 - 老師好 - 我是維穎 - 好開心喔 - 出現在你的頻道裡感覺好怪 - 因為我自己也會看 - YouTube 一點開來 - 它就在那個首頁裡這樣 - 然後我就心裡想說 - 好 那就來上一堂課吧 - 我教的還可以嗎 - 我覺得很棒啊 - 謝謝 - 其實有些東西我其實是沒有聽過的 - 真的蠻有幫助 - 太好了 - 即使是客套話聽了都開心 - 不是客套話 - 不是客套話 - 那我知道大家已經對文音的聲音非常熟悉 - 但為了要回饋粉絲呢 - 我們還是先讓文音就是 - 唱一小段給大家savice一下 - 好 沒問題 - 那我就要來唱 - 本首後不要做朋友 - 我不堅強分數 - 我不要做朋友 - 我不善良不想看你牽他的手 - 該怎麼走 - 就怎麼走 - 不必那麼獨立眼灑脫輕鬆 - 就算幾部分數也不要做朋友 - 就算雨就走就安排好這結果 - 你曾經牢牢的在我生命裡附著 - 我要如何去假裝 - 我沒有愛過 - 哇! - 真是太厲害了! - 沒有啦! - 謝謝老師! - 還聽還很爽 - 像分首或不要做朋友這首歌 - 其實是蠻久之前的作品 - 然後我其實在剛開始說這首歌的時候 - 老實講我沒有非常喜歡 - 因為在我的歌型裡面比較欠缺的 - 就是很直白的這種歌曲 - 有這首歌稍微有一點個性 - 唱出很多人的心境 - 也比較符合當時我還沒有結婚的那段時間 - 其實對於分首是很乾脆的 - 尤其現代人 - 所以才有這首歌 - 了解 - 所以妳自己是真的分首或就不會做朋友的嗎? - 妳呢? - 還問老師 - 開始冒汗這樣子 - 本氣再開強一點 - 我OK - 其實我OK - 喔妳OK - 因為我其實交男朋友的時候 - 應該都會來個兩年左右以上 - 就是真的穩定的 - 因為我其實花在工作的時間真的比較多 - 要嘛是我的工作或者是我的家庭 - 因為我是蠻重家庭 - 如果有空我可能不要約會 - 我會坐個高鐵回屏東 - 跟我的家人混在一起 - 這樣子 - 以前比較容易造成男朋友會覺得 - 到底是妳的誰啊 - 感覺妳不是很需要我這樣子 - 妳老公有跨過那一段 - 覺得好像自己不是很重要那一段 - 他有欸 - 我覺得某方面他也忙 - 然後他本身也不是很喜歡女生意思在對 - 對 - 有一個自己的工作 - 然後有一個自己的執著 - 可是同時當然結婚以後 - 還是會分配時間給家庭 - 給婚姻這樣 - 所以現在是達到蠻好的平衡 - 也算是我覺得進入婚姻這個階段過了一段時期 - 唱的東西也就不一樣了 - 所以在這張專輯當中 - 我五月份發行新專輯 - 其實很多人可能也都聽到我的聲音啊 - 心境啊 - 其實有很大的轉變 - 我其實是很放開自己去面對人生不同階段的變化 - 所以這張專輯的名字叫做 - 副駕駛座的風景 - 給大家看一下 - 喔對 - 就是這個 - 就是這張專輯 - 我們去到葡萄牙拍攝所有專輯的視覺 - 對對對對 - 我要來對焦一下 - 好爽喔 - 他真的會對焦喔 - 我不確定 - 可是這張專輯怎麼對焦我都是模糊的 - 反正我們公司說我不是重點 - 後面這個背景 - 還是這我覺得是 - 後面也開了一個小窗 - 就像我剛剛講的一樣 - 人生就是一個不斷前進的一個過程 - 一個概念 - 所以就有時候你會覺得很卡住 - 被自己的事業擊倒啊 - 被自己的感情啊 - 人際關係等等的 - 可是其實你還是在成長的 - 時間還是在走的 - 不會為了你的困難而停下來 - 對 - 所以我就覺得這張專輯也是敘述我在這個人生的過程當中 - 還有很多心情的一些表達這樣 - 那你今天要來分享專輯中哪一首歌給大家呢? - 我要分享這首歌其實我超級超級超級喜歡 - 他其實是我的好朋友張啟政 - 一個馬來西亞的作曲人 - 他自己也是歌手 - 然後平常我們兩個人喜歡討論音樂 - 然後他很喜歡有什麼作品都給我聽 -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不准賣 - 這首歌我要這樣子 - 對對對 - 像那個轉折也是很久之前跟他要 - 他就說你到底要不要錄啊 - 你什麼時候要錄啊 - 因為作曲人其實尤其又是朋友他就會很關心 - 然後他自己也是把他的鴨香寶董事給我唱 - 其實他自己的demo也非常好聽 - 所以我一聽就覺得這個我沒有唱過這種曲風的歌 - 然後就丟給製作部 - 然後他們也是一聽就非常喜歡 - 所以你覺得這首歌對你來說最困難的點是什麼? - 其實在錄這首歌的過程是蠻辛苦的 - 因為畢竟沒有唱過 - 然後他又是一種奇奇怪怪抽象的氛圍 - 但是他的內容我覺得是很正向的 - 就是怎麼樣去面對董事 - 說再見跟影像 - 你下一步的那個轉折點 - 其實是很多人容易有一個轉換期的 - 所以我也讓自己在錄音室的那個轉換期 - 即便不自在就把不自在唱出來 - 所以你有沒有什麼 - 唱這首歌就是董事這首歌什麼什麼小配備 - 他也不能說音域廣 - 可是他就是著重在一個流暢 - 應該是說董事這首歌你要讓他流暢 - 是沒有那麼容易 - 有時候唱現場就覺得 - 好像是喔 - 這首歌聽起來很簡單 - 可是確實是真的沒有那麼好唱 - 那他們如果我們的粉絲要唱這首歌的話怎麼辦 - 就是可以開導唱 - 好像比較容易對不對 - 開玩笑的 - 開裡面唱這樣子 - 就是多練習 - 我覺得多練習 - 我覺得這首歌它沒有到很高 - 沒有到很低 - 可是它可以練習你的運氣 - 就是你怎麼樣去運用呼吸 - 在唱歌裡面是非常重要的 - 那我們最後就來唱一下董事這首歌 - 好喔 - 然後我會加一點點的和聲 - 這樣盡量不打擾你 - 用心用心用心 - 謝謝老師 - 好 - 我沈默是你的話很多 - 你寂寞是卻怕我囉嗦 - 難道是不願我想太多 - 我這樣對你有什麼錯 - 你為何不能同樣對我 - 我真是想太多而且想錯 - 我要你用我愛的方式愛我 - 我要你用我愛的方式愛我 - 算不算一種情感浪索 - 你離開也回當了我 - 為什麼結果了才成熟呢 - 我幼稚的眼淚流得太快樂 - 我不滿足不代表你不愛我 - 這道理早點懂得就好了 - 我應該難過呢還是快樂 - 感情對了時間錯了又如何 - 重新再來你又會怎麼說呢 - 我一定會懂事的 - 好的那這部影片就到這邊 -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- 記得按讚加分享 - 也別忘了去各大數位平台去聽梁文英的專輯 - 副駕駛座的風景 - 副駕駛座的風景 - 非常非常的好聽 - 謝謝老師 - 謝謝大家 - 記得訂閱老師的頻道 - 耶 - 那這部影片就到這邊 - 我是高雅老師 - 我是文英 - 我們下次再見囉 - 掰掰 - 掰掰 - 我出現在老師家了 - 我印象應該沒有流汗吧 - 哈哈哈哈 - 已經不能放了 - 不會啦 我印象很乾淨 - 你剛剛那個可以放 - 真的假的 - 不行嗎他不行 - 我個人覺得 - 真的沒有不行 - 我OK - 但你自己盆量你要放什麼 - 自己看得辦 - 跟我們家簡直是講話 - 跟我們家簡直是講話